温尼采在7月27号开出了史上金额最高投奖 31.2亿元有两柱评分 那么其中一间采正行就是在台北市的大安区 那么现在其中这一柱就传出了 就是在这个大安区的台新银行的员工集资购买的 甚至爆出了集体离职 更传出其中有人疑似想要独吞奖金 而导致内后面对种种传言 虽然台新银行不愿意证实 但是董事长吴东亮在今天出席活动的时候 面对外界的追问 他倒是大方的说 中奖是好事 表示如果这个是真的的话 那么就代表台新很旺 连告47期的威力彩头奖 奖落两柱幸运得主 其中一柱就开在台北市大安区这间采券行 而神秘的中奖课外传就是台新银行员工 这好事情啊 表示这边很旺 得奖是好事情嘛 说还是要做事情还是要上班啊 听闻员工中投奖台新银行董座 吴东亮虽然不知情 但乐观看待 而公司内部也已是传言满天飞 先是传出集资包牌的员工共有十人 后来又有一说 其实只有四人合资 要共同评分15.6亿元 还爆出中奖员工想集体离职 也因为投奖至今还没人领 更有传言是因为其中有人疑似想独吞奖金而导致内讧 跟今天主题无关不好意思我就不回答 台新员工对台新发的任何一个新的产品都是全力的支持 15.6亿元奖金是否真的在公司内部掀起波澜 台新银行从上到下仿佛被下了封口令 对此有律师表示 要避免合资包牌爆出纠纷 建议最好先订定契约 免得谈钱伤感情 透过拟定书面契约的方式 把购买的人购买的时间金额 以及购买的哪几张彩券 都详细记载在书面契约里面 台新员工包牌重头奖的传闻 网路众说纷纭 但毕竟是史上金额最高威力才投奖 外界难免对中奖人身份充满好奇 记者综合报道